几年后流行的小卧室 你家卧室长3.3米 宽2.6米 放下床和衣柜啥都干不了 乖巧儿子平日里寻个罗 也总是念手念脚 调皮起来一年早买老王家 大聪明的我决定这样待 一 去二舅妈家里搬酒酒 八十一款红砖起来 中间填充二次利用建筑材料 水泥沙浆抹平 外包几块环保护士免 放上专业排骨架 透气不返潮 中间嵌入一个松松软软的床垫就是床 就算顽皮儿子在上面跳最眩鼠头 这个床铺也纹丝不动 靠墙贴软包睡觉才舒服 二 靠边做个L型的大书桌 常用小件学习一种放下 床头挖一个薄薄的洞 目视面贴面有颜值 预留几个开关插座装床头 保证手机随时能充电 关键连床头柜的钱都省了 儿子钟爱的手办摆上也宽敞 一边放孩子喜欢的游戏电脑 一边写作业两股 靠墙做组到底的大书柜 这容量连泰戈尔都碳为官职 装上柜门整洁的灰尘 这样的书桌孩子 一边可以安静学习考第一 一边可以编成开发兴趣爱好 天才如盖茨就是这样养成的 三 抽屉木盒做台阶 内置收纳盒 专门收纳孩子的臭袜 四 床尾做个倒顶衣柜 翻开盖板 过记衣服全放下 增加收纳空间 关上好纸密 上面过记棉被全放下 下面全做挂衣区 孩子再多衣服都够放了 安装黑膜玻璃 板灰用 端头做个收纳柜 上面放孩子大建物 中间放穿一次不想洗的衣服 下面做三个抽屉 上面放二舅妈送的私密物品很方便 中间放孩子爱吃的零食 下放孩子喜欢的玩具 门后贴块小黑板 超越牛顿想象力 记得窗帘和安装在窗户里 美观的同时更节约空间 儿子睡眠好 身体才棒棒 卧室这样设计 有结实牢固的睡眠区 有开心放松的学习区 关键也有超大的收纳区 五 也许这个设计不适合你家 那就手机安个住小方 直接点设计我家 直接搜小区名 一秒匹配你家户型图 免费生成专属你家的3D设计图